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,能够拥有一段从一而终的感情可以说是难得可贵,就在各圈子中,就是有一对这样的夫妻,他们在一起了二十多年,从来没有任何非人八卦传出,他们就是黄磊和孙丽,两人相识是在大学,当时孙丽十八岁,当黄磊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心动了。 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与众不同,因为高情商和高智商,用了两个月的时间,黄磊和孙丽就在一起了,这场恋爱两人谈了九年,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,两人低调的领证结婚,没有活杀,没有婚礼,就这样孙丽嫁给了黄磊。 前几天,孙丽四十岁的高龄给黄磊生下第三胎的儿子,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,我们看着黄磊高情商,高智商,高颜值,又会做饭,又疼自己的老婆,还非常顾佳,有人就说孙丽太幸运了,她能够嫁给黄磊,一定是上辈子就救了银河系。 可是,我想说的是婚姻其实是没有幸运和言的,我们往往只看到了黄磊的好,却忽视了孙丽的付出,爱情是对等等,之所却不付出,只被爱不去爱,怎么可能幸福? 自从董子健,孙丽这对90后小夫妻成婚后,两人变成偏秀恩爱,狗粮法不断,鉴于有网友在微博爆料,董子健近日给孙丽,买了一颗三克拉的钻戒,价值高达四百八十万。 此爆料一出在杜镇京吃光群众,纷纷感叹,董子健是真宠气狂魔没错了,对此,网友们议论纷纷,不少人,都表示她羡慕孙丽,年纪轻轻嫁这样的好老公。 不过,也有网友对爆料真实性存疑,在普通商场买的三克拉钻戒值四百八十万吗?是什么限量款? 还有网友猜测,由于爆料中未已去店铺名称,是不是商家炒作? 不管事实究竟是如何,这对小夫妻都是非常恩爱的,在公共场合也不忘拉拉手,摸摸头。 而对于孙怡来说,嫁给了京城第一经纪人王金花的儿子董子健,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,到现在活跃在电视营评的夏花,两人不仅男才女貌,年纪轻轻便选择生了孩子。 主要生完孩子的孙怡,还是那么少女,实在是令人羡慕啊。 黄晓明出生于1977年,而Angela Baby则是1989年出生的,也就是说,二人的年纪正好相差了12岁,算是老夫少妻的典型。 虽然此前的黄晓明,的确有过不少的绯闻,但与Angela Baby在一起了,黄晓明几乎所有的心思,都在黄晓明身上了。 这一点,无论是活动的照片,还是被偷拍的照片,都如此。 而且,当Angela Baby被人质疑待遇的时候,也是黄晓明第一时间发布照片来辟谣,不得不说,这样的黄晓明与Angela Baby也的确活成了爱情应有的样子。 或者说,爱情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 有人讲买两则在节目上爆料黄晓明的夸张创期行径,他透露,又刺Angela Baby在横店拍戏,突然想吃哈根达斯的冰淇淋。 黄晓明竟然灶光整条街道哈根达斯,还出了冰柜放在片场,里头装了两万多只冰,告诉Angela Baby说,够你吃几个月的。 也有网友表示不同意见,你这样让别人想去买的时候吃什么,黄晓明的宠妻方式真的让人大开眼界。 当然这种方式其实并不值得提倡,夹其一算,女星Angela Baby杨颖和黄晓明认识并相恋,已经迈向了第九个年头。 2014年2月28日,黄晓明公开Angela Baby的恋情,并于隔年结婚,2017年1月17日,黄晓明的妻子Angela Baby在香港。 但下一次,小明为小海绵,可谓家庭美满,自从两人有了儿子后,粉丝们便平行催生第二胎。 黄晓明自己也多次表示想要一个女儿,究竟就对小夫妻有没有计划呢? 此前,Angela Baby出席发布会时,为主持人问道对于生二胎有没有自己的计划呢? 她则首次公开透露,我想过几年,等到香海年四岁左右,才会想要第二个孩子。 而在娱乐圈中,要说夫妻间感情最好的,那刘强东和她的爱人,绝对算得上是一对了。 两个人虽然在年龄上相差很大,但是如今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很甜蜜,张泽天也是天天撒娇,二人每天都过得像初恋一样,说起二人之间的感情。 其实,最开始主动追求对方的并不是刘强东,而是我们的小天反过来追的他。 当时的小天其实是刘强东的粉丝,一直都特别崇拜他,特别巧的是二人还曾在同一所大学学习过,并且彼此相识,产生了感情。 他们夫妇俩的感情最开始,并没有被广大的网友们所看好,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了二十岁。 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位高中生和一位中年大树谈恋爱一样,很多人都觉得特别不靠谱。 但是,二人一起生活了这么久,并没有传出有什么矛盾,但倒是各种善幸福。 大家都知道刘强东是一位企业家,在大家心中,企业家的形象一般,都是比较严肃的。 然而自从他和小天在一起后,网友们就发现他貌似比以前开朗了许多,人也变得时尚了,也许,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。 不过小编也不得不敬佩奶茶妹妹,完成了从网红到董事丈夫人的逆袭。